我愛動起來 我是林一文 來關心的是NBA明星週的重頭戲 全明星賽今天登場了 包含Lebon James Stephen Curry 眾星雲集 而且今年也回歸傳統的東西區對決 東區明星隊是以211分 比186分擊敗了西區 而東區的總得分 211更是創下了歷史記錄 另外個人砍下39分的Damian Lillard 則是被獲選為明星賽的MVP 回歸東西區對決 NBA全明星賽正式登場 現年39歲的詹皇Lebon James 雖然因為腳踝傷勢 只打了上半場 但還是貢獻了不少霸氣灌籃袖 生涯第20次入選全明星賽的LBJ 知道球迷想看什麼 而递不進來的老鷹 Trey Young也要把握機會 修一手跨下運球 只不過是從對方的 球從Kabin Duran的雙腳通過 把平常比賽沒辦法玩得 通通使出來 但也不是每個人每次都順利 也有突槌的時刻 喂 不是綽號叫少丑都要搞笑吧 這球讓所有人笑個不停 只有他本日拿下MVP的男人 趁你笑的時候 來上出乎意料的一擊 If you can shoot 那在中線就可以直接 shoot 小李狂砍39分 包含十一顆三分球 當選MVP 而大家都知道明星賽趣味性更高 當中還有一組人 使用了排球打法 直接融合了兩項運動 最終東區明星隊 是以兩百一十一分 比一百八十六分 擊敗了西區 而兩百一十一的得分 也創下了歷史紀錄 華視新聞成家林英文報導 剛剛有看到的詹黃 已經是生涯 第二十次出征明星賽了 成為NBA史上第一人 大家都在討論 三十九歲的他 會不會有想要退休的念頭呢 不過他在記者會上坦言說 目前還沒有這個想法 除了說沒有想要退休 他也不斷的提到 想跟兒子Bronny 一起打球的念頭 另外最近還有消息傳出 LeBron在交易大線之前 拒絕被交易到荊州勇士 所以失去了跟咖哩大神 Steven Curry聯手的機會 而對此詹黃也表示說 想要繼續披上胡人的戰袍 回到的是國內籃球 亞洲杯男籃資格賽 2月22號就要開打了 但是爭議卻不少 先是中華男籃的隊長劉真 他點出練球的人數湊不齊 另外還有國際賽球員保險的問題 現在就連票價太貴 也引發議論了 而今天中華隊賽前的記者會 中華籃協跟劉真直球對決 籃協強調說保險一定是有保 只是上線沒有辦法滿足 劉真也回應說相關合約資料都有提供 只是希望能夠安心打球 亞洲杯資格賽2月22號就要在 和平籃球館開打 中華男籃12人名單出爐 也終於成員到齊亮相 但先前隊長劉真在社群上無奈發文 點出集訓只有六七人到場 以及球員關心的國際賽保險問題 引起各界關注 中華籃協和劉真也直球回應 籃協跟體育署不是沒有保險 絕對不是沒有保險 不是沒有保險 我們有保險 在中間過程跟球員要薪資合約的時候 有一點困難 那這個是私能險遇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我們跟球員要薪資合約 到今天其實籃協拿不到 所以在估計私能險的保險金額的時候 就有困難 可能球員工會那邊也有 就是出來去幫大家去說 可能要提供自己合約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也有提供我的合約 去給他們 那後續就也沒後續 那其實我也不清楚 他們後面運作是怎麼樣 想解決困境 台灣的三個籃球聯盟 中華籃協和球員工會 都扮演重要角色 而且不只中華籃籃組訓以發關注 這回資格賽對上紐西蘭 最高票價來到六千元 也讓球迷直呼真的太貴 票價的規劃 其實也是要考慮到 整個辦比賽的成本 然後要符合Fiba的規定 跟Fiba的規格 六千塊的特區只有十六個 那相較於大概一千塊左右 大概有一千兩百個位置 然後五百塊左右 有三千八百個位置 其實不會影響到 大多數球迷 觀看球賽的權益太多 定價 自由考量 但球迷目前似乎還不太買單 截至十九號下午四點為止 六千元場編席只賣出一張 亞洲杯資格賽因為票價 組訓爭議不斷 難免讓賽事失焦 在對抗外隊之前 恐怕得先安定軍心才行 因為那本來就不是我們的領域 也不是我們該去碰的問題 我們只想好好打球而已 華日新聞黃昭聖雅芳 台北報導 而這應該是再貴 有很多人想看的 是美國聚邦大聯盟最夯的 那個男人大古祥平 今天在洛杉磯 倒棋隊的春訓 是沒有進行原地安排好的實戰投打練習 這讓球迷很擔心 總教練Dev Roberts更證實說 大古不會出戰二十二號 第一場跟聖地牙哥教室的春訓熱身賽 不過他也強調大古很健康 並且復原的進度超前 洛杉磯到棋球新大古祥平 去年九月接受了第二次 右手肘韌帶重建手術 春訓在打擊龍殿打時 頻頻將小白球轟出球內打牆 看起來狀況不錯 但十九號原本要進行的 春訓首次實戰打擊練習 要對決同隊投手Michael Grubb 但最後卻推遲了 上場比賽也要再等等 大古復健進展順利 但還沒有準備好要上場 到棋對二十二號對決教室的春訓熱身 在首戰 歐塔尼桑確定缺席 但無論多久 相信到棋球迷都願意等待 因為去年大古跟藍茂軍簽下了佛心合約 儘管是破紀錄的十年七億美金 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都是延遲支付 前十年只領百分之三 讓球隊有更多薪資空間可以補強 這還是大古祥平的主意 也讓想追求大古的楊基總管 坦言很震驚 ESPN跟報導大古合約並沒有傳統球員 跳脫合約選項 但有一個特別條款 綁定了兩位特定到齊人員 一個是老闆Mark Walter 一個是棒球事務總管 Andrew Feynman 如果是其中一個人離職 大古祥平就可以選擇在季末跳脫合約 法治新聞 潘玉淳 林英文報導 滑雪女將谷愛玲最近是被外國的媒體高度的讚賞 說她創造了自由滑雪的新世代 因為她在世界杯加拿大卡加力戰 兩場的U型場地技巧賽都奪下了冠軍 而且加拿大是她的冠軍寶地 因為谷愛玲已經在那裡摘下了八連館 收起甜美的笑容 中美混血的滑雪女將谷愛玲一臉專注 在世界杯卡加力第二站U型場地的技巧賽 帶給觀眾神乎奇蹟 跳躍 翻轉動作一起呵成 谷愛玲其實在決賽的前兩滑就已經拿到94分以上 足以登上冠軍 但是她不想就此放棄表現的機會 最後一滑更加完美 頻頻演出高難度的空中翻轉 滯空落地也是乾淨俐落 最後評審給出97分的高分 連她本人都不敢相信 霸氣說出勝利宣言 高顏值又實力艱巨的谷愛玲 在卡加力背靠被拿下冠軍 而她也把加拿大視為自己的寶地 谷愛玲生涯第一面世界杯分展金牌在這裡拿到 如今她在這已經連續拿下8座冠軍 也印證了外國媒體所說的 谷愛玲靠著不服輸 創造自由滑雪的新時代 華視新聞陳建安 凌晨博物報導 哈囉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